上回说到 康熙宣布 明天在上书房 一举新太子 此时海选太子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 华清王印寺一支独秀 满朝文武百官联名宝举他为太子 但最了解康熙的张廷玉却不看好八爷 同国为和马齐邀请张廷玉在联名举一件八爷的奏折上签字 他没有答应 而是另外准备了一个秘折 什么 你单独有一个秘折 我怎么不知道 他这一公开与两位同僚打对台的行为 着实需要有一定的政治敏锐 而接下来终于是揭晓谜底的时刻了 康熙把举荐八爷的奏折累得高高 开始侃侃而谈 正当众人以为天子无戏言 康熙会遵从自己曾经的许诺 为公义是从立八爷为新太子的时候 他突然话锋一转 从这些建章的情况来看 新太子的人选似乎已经出来了 可是这些建章就能说明什么呢 圣心难测 古人成不起我 康熙接着指出他出而反而的原因 是你们举荐的人并非发自肺腑 同国为马齐 卢测在 为什么没有二个硬仁的建章 耿直的马齐跳出来据理力争 说举荐他的人都是废太子一党 他们的奏折不能作数 而这正恰如张庭语所料 他及时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那份秘折 康熙毫不掩饰地露出鸡友般的微笑 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甚至有人会认为朕是出而反而 朕要说明一下 废出太子 是朕一人独断专情 事先没有和你们商量 这有几个原因 一是朕当时铸臂热合 是其走夜之间许多情形毁暗不明 为天下想 为列祖列宗想 也不得不千刚独断 二是 当时应仁的荒诞不惊 实在是叫人不可认 也不可解 但事后看来 他的那些事情 有些是捕风捉影 纯属子虚 有的呢 则是着了别人的眼镇 才使得心智时长 行为怪被 这个张廷义的折子写得好啊 所谓无心为恶 虽恶不乏 旷太子之过 应心计所致 扶起陛下 念父子之情 使得化之道 外则言以 要时治其病 内则教诲 以圣德感其心 他能使太子 并去身见 修心向善 则不仅为天家之福 以天下臣命之福 不愧是连康熙脚步 都听得出来的男人 张廷玉的奏折 帮康熙把想说的话 完美地说了出来 第一 无论是废太子 还是将来复立太子 都是事出有因 康熙废太子 是为了江山设计 而复太子 则是尊胜人教化 第二 之所以这么推荐 八爷的建章 不能采纳 正是因为 这是党政的产物 这次推选新太子的过程中 八爷一旦被选中 这些人 都是有拥立之功 豊朝历代的皇帝 最不愿意 也最害怕见到的的事件 就是所有臣子 上下一心 就以同国为为例 他所联系的臣子 必定都是门生孤立 这样 予以荣俱荣 将来到了新朝 更加受大根深了 慢慢发展 必定形成新的豪门士族 历时新皇登基说话 处处受制于人 要知道 为了让这群宰相大臣们 从坐着变成了站着 再从站着变成了跪着 从皇权的制衡者 变成了卑躬产妹的奴才 历朝历代的帝王们 从没有停止过努力 直到武则天登基之后 极力推行科举制度 并且设立了士官制度 才一蹶不振 至此消亡 在此之前 就算你马上到了天下很牛 但你下了马 要治理天下 就得看他们豪门士族的脸色 而豪门大族 不管你怎么赶勺换代 他们的家族的地位 都会延续下去 普通人想要出头日 就得败入门阀士族中 张廷宇这番话说的厉害 表面是替豪国为说话 却不着痕迹 他用君子不党四个字 给豪国为德聚中联络 升级成结党营私 倒未必是他故意要坑豪国为 主要是他听出了 康熙想给豪国为安的罪名 接着又补充了几句漂亮话 包装一下 豪国为马齐和臣 同处在上书房这个位置 处理推举太子这样的大事 要想使皇上满意 百官满意 天下百姓满意 实属不易 臣党的处理既然有了偏差 那请皇上交往执政 重新推举 也是良法 同国为若不博倒张廷玉 便会落实这样的捧党罪名 他大骂张廷玉是奸臣 并给出了两点理由 一是阳奉阴伟 皇上非太子时 他为何不见足 现在选举新太子 他却说太子 无心为恶 虽恶不乏 二是心思歹毒 众人都在为新太子投票 跟他商量他不吭声 自己闷头憋大招 梅其名曰 君子不党 回过头来又举报我们 说我们解党 然后又替我们说好话 又美名其曰 与人为善 随历朝历代 大监四中者 无处其有 最后更是反问康熙 明明只有张廷玉一个人 举荐了二阿哥印人 可以他就成了唯一的忠臣了 难道满朝几百名 宝举八爷的官员 都是无耻小人 此话一出 康熙竟答不上话来 突然两匹黑马杀了出来 这时候我们就看到 吴先生的高明了 他早已替四爷和十三爷 写好了推荐二阿哥的奏折 在皇上急需支援的时候 与他站在一起 这比当一百件差还要加分 可同国为仍然不肯服输 康熙便顺势叫出龙科多 龙科多一边替同国为说好话 一边请求不担任九门提督一职 众人听了龙科多这一席 这三不照亮的陈述 和他这般悲痛欲绝的神情 都察觉到这其中必有绝大的隐形 康熙也暗暗同情起龙科多 感叹他忠孝两难全 剧情说到这里 我们要再来分析一下大家重点讨论的 同国为和龙科多到底是不是在唱双簧的观点 我翻看了电视剧剧本找到了答案 不是 在刘和平改编的电视剧同名剧本翻到三百零九页 里面清楚地写道 龙科多自愧于暗中诬陷通国为 因为不如此就无法得到康熙的看重 至于为什么后面会有龙科多去找同国为指点迷津的剧情 等说到那时候 我再为大家分析 至此康熙正好借此下台 从今天起 你什么事也不要做了 回家养老吧 这场闹剧以同国为被拔铃夺顶 马齐被连将俩击 列在张婷玉之后 但他仍旧是二把手 随即康熙命令老三 让皇子们在前清宫会计 他要亲自训话 可就在此时 一个折服依旧的皇子终于出手了 这个人就是巴野党的十四阿哥 他以为巴野出头的名义 和老十三扭打在了一起 巴野想稀释宁人 可被老九和老十拉着不放 老十更是拉偏架 借机踹了老十三一脚 老三一副秀才遇到兵的样子 无可奈何 平白无故捡了大便宜的老二 就跟老四在那本分的跪着 别以为二个中你的武艺最高强 论单打独的我不恕你 论行军不振 我更比你想 好啊 谁想我不知道 但拉架的群眼憋不住笑了 干明边将有了战士 咱俩各带十万兵马 看谁得胜回朝 看谁全军覆没 凭你野派 你不过是非太子的一条狗 混账 那你又是谁的狗 康熹赶到怒斥老十三是狗的话 那他这个爹又是什么 你有种 正问你 你又是什么东西 儿臣 是花马的儿子 真没你这个混蛋儿子 接下去就是康熹翻旧账的时间了 说之前的妖道 说什么八王党 这人是不是你搞出来的 要不说老十地位仅次于太子呢 一点都不带耸的回击 康熹听到那个气的 要将老八老九和老十 三人一并关入宗人府 这时候老十四站了 说了一番话 气得康熹差点拔刀杀了他 可儿臣以为 这是郁家之罪 那个姓张的江湖术士 谣言惑众 八哥当时就把他抓起来了 交给皇阿玛治罪 是皇阿玛自己把他放了 到了今天 又将这件事情 作为八哥的罪名 怎能叫人心服 说到底 这都是大家推举八哥做新太子 招了皇阿玛的计 可是卓百官举荐太子 这本是皇阿玛您的旨意 八哥才是红伯 哑量高致 李贤下士 才会有这么多人 一德一心举荐他 虽说少许人有串联的事 但百官何罪 八哥何罪 皇阿玛 令人举荐于钱 又无端所拿于后 王后谁还敢奉召办事 遵旨是死 抗旨也是死 请皇阿玛给安城等只一条活路 你这是要和朕打擂台 儿臣岂敢 家有正子 不败其家 国有正臣 不亡其国 不听你的 大清就要亡国了 难说 时间有限 下期的九死夺敌更为精彩 拒绝白嫖 从你我做起 遇之后事 请看下回